春節期間許多醫療院所會減少或停止 門診及藥品調劑服務 尤其今年春假長達10天 為了避免慢性病 連續處方簽民眾用藥中斷 健保署犯款規定 倘若藥吃完的日期 若在1月20號到29號 都能在春節前10天 也就是1月10號起回診 請醫師處方給藥或領取下個月用藥 醫師也告訴我們說用過年前要先準備藥 健保署指出如果春節期間 在國外緊急就醫 可與門急診治療當天 或出院請六個月內 申請合退致電醫療費用 才審查後何時給付 我們也會訂有一個上限 門診部分大約是1000多元 那一次是1000多 那急診的話大概是2800 那住院的話是用每日來算 大約是6500元左右 林佑君表示出國期間 所有健保醫療保障 當人署補償性質 無法全額合退 建議民眾出國時 加買海外突發疾病 醫療險等分擔風險 有一次希望胡說把渡台北市桃園復興採訪報導 我們有新車的吧 我們在訪問